而另外呢 稍早连线消息 当你来看到的在今天 那么陈水扁在看守所的第53天 一度说是要来跟陈水扁决斗的 闪灵乐团的主唱Freddy 倒是出现在台北看守所 要来探视陈水扁 我们要连线给记者创返权 好 只不过各位观众 午安在稍早之前 大概在10点多左右的时候呢 逆转本部的执行长Freddy 以及一位女性友人 在江志明的陪同之下 甚至进入台北看守所来探望陈水扁 那今天呢江志明是表示说 其实呢陈水扁呢 目前呢陈志忠和黄瑞敬 都已经陆续开始在打包行李 但是呢何时会搬到高雄 目前时间都还没有确定 那其实大家最关注的 就是有关于吴淑珍的身体状况 尤其是因为现在看护的问题 使得吴淑珍还没有办法 跟陈志忠以及黄瑞敬搬到高雄去 所以呢目前呢必须在台北市呢 看到有哪些看护呢可能比较好 然后可以跟高雄市一起配合 然后吴淑珍才会南下 那其实呢我们都知道 昨天呢是陈水扁58岁生日呢 所以陈水扁心情并不是很好 没有吃饭 那吴淑珍的心情也可以说是相当的沉重 也很担忧陈水扁的身体状况 他是希望陈水扁呢能够好好保重身体哦 那其实呢今天还有带了许多的家常菜 给陈水扁来加菜 像是香肠 湿木鱼 炒青菜 以及橘子和拔了 以上在北索的最新情形 我们将镜头还给黄瑞主播 谢谢大家 好